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大桥呢就是荣江大桥 看到我身后这座建筑了吗 它就是古楼 在这个江边上有很多这样的建筑 它也是当地的洞族特色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座被誉为体操之乡的荣江县 荣江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 隶属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 坐落于都柳江畔 旧称古州是江南八百州之一 素有风情浓郁 朴玉浑金 无济不古 山水独秀的美称 荣江历史文化悠久 民族文化底蕴深厚 文物古迹 保存完好 旅游资源也是丰富多彩 在荣江 苗族 洞族 水族 瑶族 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 是贵州少数民族特色的小县城 荣江有一个名声大噪的称呼 那就是中国第一瘪城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脑海里浮现出的除了问号还是问号 瘪城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瘪 这个瘪是吃的还是干嘛用的等等等等 除了疑问 更多的是好奇 然而 当我问了当地人 又搜索了一下度量后 这个瘪简直颠覆了我的认知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搜一下 荣江县还被誉为体育之乡 这是因为自1972年以来 荣江县先后向贵州神体操专业队 蹦床队诉讼了21名运动员 其中有6名运动员进入到了国家体操队 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 荣江县被贵州神体育局授予贵州体操之乡称号 在荣江县城内 你随处能看到在跑步锻炼的运动员 老师傅您就是本地的 就是本地人 因为我看他这个楼是叫什么楼啊 这个楼叫什么楼 这叫骨楼 骨楼 骨楼 骨楼看有好多啊 好多 现在都有很多的嘛 很多是吧 那是你们这边那个特色吗 是的 是的 就是那个洞足骨楼 洞足骨楼 哦 特别那边有多啊 那边 特别那边有多 那边也多 您今年高瘦啊 您今年高瘦 81的嘛 81岁啊 81岁啊 这个身体挺好的 嗯 顺利挺好 感冒了 这两天有点感冒了 那您是住哪边吗 我住在那边 那里 住在那 住在那 热一下头里 住在那边 乡下 有田吗 家里 家里有田 有田啊 有田有山 有田有山的 自己还种吗 不种了 自己不种了 家里现在是还有四亩地 就是那个承包给别人种了 自己不种了 不种了 别人要是种的话 会给你一些粮食 就给你一点粮食 不给不给啊 也不给啊 那给点钱呗 钱也不给啊 那你没有 那你钱都给别人了 哎呀 都空了嘛 都空气空了嘛 都空气空了嘛 在滨江湿地公园旁 这条河是叫债浩河 是柳江干流 都柳江段最大的支流 流经前方就汇入了都柳江 这座就是荣江大桥 过了大桥 前面就是荣江的新城区 荣江的旅游景点也是有很多 像原生态的古老村落 大力洞寨 这座藏在深山之中的洞族村寨 可以让你感受最原始的 少数民族生活气息 亚洲最大的斗牛场 72寨斗牛场 可容纳5万人的场地 在现场震撼观看斗牛比赛 隐语闹市之中 古会馆古建筑众多 被誉为小南京的 荣江古州老街 还有素有苗族天下 独一庙的苗王庙等等 都是可以直观了解 荣江的一些地方 荣江的趋位优势也很优越 像桂广高铁 夏榮高速 丽榮高速 建榮高速都穿进而过 与桂阳 桂林 形成一小时经济圈 广州 深圳 等珠三角城市 形成四小时经济圈 是贵州南部的交通要塞 曾经的荣江是一座贫困县 如今凭借自己的努力 已经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现在不论是从城建 还是道路 处处都透露着 前东南这座发展潜力巨大的县城 荣江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